永远无法翻身的十位明星 你认识几个 第一位 罗志祥 1979年 出生于台湾省基隆市 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 2020年4月23日 罗志祥女友周扬青爆料 其与多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之后二人分岛扬镳 罗志祥事业跌入谷底 第二位 吴秀波 1968年出生于北京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 2018年9月24日 某女演员发布朋友圈称 自己和已婚男演员吴秀波 相恋七年 随后吴秀波出轨文事件冲上热搜 吴秀波本人也遭到全网封杀 第三位 范冰冰 1981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华语影视女演员 2018年10月 范冰冰因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问题 被处罚恐怕给巴斯议员 并遭到全网封杀 第四位 赵薇 1976年出生于安徽省吴浦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18年4月16日 据证监会公布行政处罚决定 赵薇被进入证券时长5年 并罚款30万元 随后有网友发现 赵薇曾出演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已将其除名 第五位 李一峰 1987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 流行乐歌手 2022年9月 北京警方在查获一起 违法犯罪行动中将其查获 李一峰本人对多次嫖娼 都违法事实供认不惠 并依法接受行政拘留 随后遭到全网封杀 第六位 李小璐 1981年出生于北京市 中国内地女演员 2018年1月8日 狗仔在直播过程中 爆出李小璐夜损门事件 随后李小璐名声一落千丈 事业坠入低谷 第七位 李云迪 1982年出生于重庆市 钢琴演奏者 2021年10月21日 北京朝阳区警方 在调查一起违法案件过程中 将嫖娼违法人员李云迪查获 李云迪对违法事实供认不惠 随后被依法行政拘留 第八位 文章 1984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 导演 2014年3月28日 媒体曝光了文章出轨摇迪的消息 之后文章在某社交平台发文承认 并诚恳道歉 从此事业上遗落千丈 第九位 黄海波 1976年出生于天津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 2014年5月15日 黄海波在北京某饭店嫖娼 被警方抓获 并接受了六个月的收容教育 之后变得无人问津 第十位 陈宇凡 1975年出生于北京市 中国内地男歌手 2018年11月26日 陈宇凡在北京某小区被抓获 并因吸食和非法持有违禁品 接受行政拘留 责令社区戒毒三年 随后一举不振 永远无法翻身的十位明星 是一时冲昏了头脑 还是执迷不悟 请在评论区留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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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